一吨原油到底能提炼出多少汽油和柴油 原本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关心 但面对陷入金油价只涨不跌的现状 是我们不得不来了解一下这其中的原因 到底是因为原油价格高了 还是提炼技术受到阻碍 下面就为大家来详细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原油被分为轻质原油 中质原油和重质原油三种 受到原油品质以及加工技术的影响 全球提炼出来的柴油和汽油比例都不一样 而国际原油整体的炼化水平 目前在40%到80%之间 其中我国的炼油技术 出于中等水平大约在60%左右 拿我们2017年中石化的 全年平均炼化水平为例 它在全年加工了2.39亿吨的原油 炼化成品有1.511吨 成品出油率在63.18% 相对于2016年的整体水平提高了不少 而中石化和中石油的出油率 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都在60%以上 因此也被我们称为两桶油 至于剩下的其他石化企业 出油率就比较低了 仅仅只达到了40%到60%之间 有相关数据表明 中石化的一吨原油能够提炼汽油 0.177吨 柴油0.38吨 成品油率为63.7% 而这些数据也就表明了 成品油的提炼能力值得一提的是 以美国为例的发达国家 它们能提炼出80%的汽油 这在技术和设备上都有一定的差距的 当然这些数据已经非常老了 如果按照时间推算 现在的提炼技术应该提升了不少 那么汽油到底是怎么被提炼出来的呢 首先通过蒸馏法 原油可以提炼出直溜汽油 轻重柴油 煤油 以及各种润滑油的流氛等物质 这也是为什么原油属于重要 占流物资的原因 在加工时 原油经过高温蒸馏 会先将沸腾 挥发的汽油进行提纯 经过冷却形成汽油 而柴油有所不同 在原油进行蒸馏后 先是变成油渣 然后再加入添加剂 才会变成柴油 引起费点不同 柴油也会分为 轻柴油和重柴油 综上所述 也就表明了汽油柴油 润滑油等 都是经过提炼配置而成的 那么影响石油价格的 到底有哪几个原因呢 除了国际原油上涨的因素以外 另一大因素就是税费 它几乎占据了油价的一半 再加上我们电油水平 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 因此也就卖的比较贵了 那么大家觉得国际油价上涨的原因 还有哪些呢 难道真和两桶油说的一样 它们一直在亏钱吗